走到水全处,坐看云骑士 就这句话我写了有那么半年吧 就是当时的那种感受吧 从自己的人生的一些感受 对我来说启发挺大的 然后穷这个字很美 好像用尽了那个水墨的感觉一样 然后这次请我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呢 因为是一个art fair 在一个这么一个交集 用金钱来交集这个买卖作品的这个场合上 稍微有一点调侃它 有一点点subversive的这边 但同时呢又是一个漂亮的书法 而且在这个黑黑的字 黑黑的这个土壤中长出来 就好像是带一种新生带进来一样 所以我觉得它的层面 小作品但是意思挺多的层次的 北京奥运会请去做开幕式的这个创作的时候 我们的核心创业小组七个人吧 还有很多其他的设计师艺术家在一起 天天十几个小时 前十个月就天天讨论 就是脑海风暴的讨论 什么叫中国文化 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本质 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影响非常大 所以我就觉得因为要看深的中国艺术 从哪来怎么过来的 所以你就不能光是看表面 而且我们必须要跨越符号型的 为了这个创意 我画了六七个月的 怎么用水和墨 让它不要能看出来韵味 但又不要太传统的那种文人画 后来我就做了一系列的作品 就是用我画的在用水和墨画出来的东西 比如说脑海风尘这个作品 就是人和马在行走的时候 后面有一个好像很抽象的一个山水 一个风景 其实是一种更是心理上的一种 人生的一种风风雨雨在走动 中国画的时间感其实很强 无论是在创作过程中的时间感 还是阅读画的时候和阅读画的时候 读画都是这样的 我们的山水是从可能从春季 这一个山脉从春季到冬季都可以 在一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能感受到 黑是五 但又是全部 颜色的全部 所以这种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双重 这种看我就特别有意思 我就在寻找不同的方式来怎么来展现 后来在09年吧左右的时候 在日本的一个展览 请我在野地里面去做一个作品 后来我就想到墨呢 其实就是植物磨出来的嘛 其实就是碳 它等于是植物的最终的一个结束 那它在大自然中有这么多绿的东西长出来 所以一开始我就想把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在那个展览中 我的作品就是 二十一个台阶二十一个墨尺在山坡这样下来 然后这个周边的植物全都染成黑色 但在整个森林中 森林是忧虑忧虑的 很茂盛的 这是一块黑黑的 就很有这种冲击感吧 没想到的是 这个墨这一块小山坡用了十天 十几个人帮助我天天在那儿画 到了开墨的时候 最开始画的这些就长出来了 可能有那么五厘米可能都有的 芽就长出来了 因为它是每天下雨 阳光雨露 墨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材质 当根 这个草的根没有受伤害的时候 你只是把它画上 它就知道如果不长出新的那个芽的话 就可能会受到伤害 所以反倒很快地长出绿来 所以让我就看到生命力的这种顽强 就等于是 我觉得好像是墨在教我 带着我走一步步走下去 所以我就做各种各样的试探 把就做了这一系列作品 从一个艺术史 我想是不要只是把用墨画山水在平面的纸上 这是一个平面的作品 可以把墨直接放在山水植物上 可以画成立体的 但时间有了以后 又有绿色长出版 就等于是把时间也带入了这个装置里面 就是变成一个四维的空间 比如我做过一个岛在巴西的湖中 那你可以坐着船在岛上游来游去 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又一个小院子出来 另外一个景色 当我在做植物和墨的这个系列的时候 我很有意识地去给自己一个挑战 就是不留下任何痕迹 就是自然就把它墨冲走也好 绿色长出来 一年过一年以后 慢慢就没有了 但是作为艺术家呢 你肯定会记录这个作品 因为每个作品都让你很爱 就拍了很多很多照片 其中每次回来看照片 有些就会让我很感动 它是不是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一次再一次地去看它的时候 它还可以光芒展现出来 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所以这一次呢 就做了一系列 绿了一下这几年这八年的工作 来看一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瞬间它可以存在的那种永恒的光芒 这还没有更甚至是 每个 job都可以感动是 回来这种了 是实际上的 光芒我